第二百九十一集 次日 李牧带林月如回归中原 奔赴蜀山 李牧虽然混迹江湖 但跟传统大侠不一样 他对独来独往不感兴趣 所以他点了二十个精英拜月教徒随行 沿途打点吃穿住行 但凡有享受的条件 李牧都不会苛待自己的 没有安全感的李牧 惯例起码 林月如坐进了马车 为了爱情 他要学习 李牧把科学院整理好的 数理化基础教材拿走了一份 在林月如不可思议的眼神里 交到他的手中 提醒他的伟大之相 此时此刻 李牧扮演的是不解风情的直男 给林月如知识 可以让他不至于每天 面对林月如那柔情似水的眼神 跟着李逍遥打妖怪 跟着李小白学知识 马车里 林月如抱着三本基础教材 莫名想到了他的表哥刘静元 这难道就是他追求的爱情吗 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搞错了呀 此来想去 林月如给自己鼓了鼓劲 他决定试一试 也许李小白不喜欢打打杀杀 更喜欢有知识 有文化的女性 这爱一个人 不能轻易放弃啊 想明白了之后 林月如毅然而然地 翻开了面前的课本 111得1 22得4 33得9 参与反应的各物质能量总和 等于反应后生成各物质的能量总和 这个规律叫做质量守恒定律 一切物体在没有受到外力作用的时候 总会保持匀速直线运动 或者静止状态 朗朗的读书声 回荡在山间小路上 马背上的李牧面带微笑 林月如不是拜愿 等赵灵儿生孩子的时候 估计能学到三角函数吧 树里画三座大山懒路 那久而久之 林月如对于美丽爱情的憧憬 要么被枯燥的学习打败 要么完全化身女学霸 忽略了爱情 可无论是哪一种情况 都可以拯救林月如的盲目的爱情观呢 李牧那是喜闻乐见 没有拜悦这个大boss充当作家 赶路的速度陡然降低 此时此刻 李牧比陈瑜还要渴望御剑术 不畏战斗 只为了御剑飞行 那归根结底还是因为 袁梦公司提供的诸多超能力中 可以用来赶路的 太少了呀 李牧没有断了和赵灵儿的联系 从赵灵儿继续续的描述中 他对蜀山的状况 有了大致的了解 久见仙 没有回蜀山 曾经他组建的团队 因为赵灵儿被抓 彻底被打散 李逍遥实力最高 他担心赵灵儿的安危 赶路的速度最快 差不多明天就能抵达蜀山 唐玉和阿努是第二梯队 两人赶到蜀山 差不多要到后天 而苗状和陈瑜 和主力团队是彻底脱节了 按照他们两个的速度 要赶到蜀山 最少要三五天之后了 总结了这些零零散散的消息 李牧对苗状那是颇为失望 如果他不能在此次任务中 汲取教训 转职成正史原梦师的可能性就不大 这比冯公子要不如啊 此时的蜀山 因为赵灵儿的乱任爹 那是格外热闹 剑圣下山历练 和吴后轻而有染 十几年后 给亲生女儿找上了门来 剑圣欲维护名誉 不惜把自身女儿 关入索妖塔 辱人清白 吴王极有可能 等蜀山为妻子讨还公道 蜀山是长老 欲接此逼迫剑圣退位 赵灵儿是女娲后人 性格又甜美可爱 暂时没有遭受流言波及 相反 蜀山的弟子还很维护他 但剑圣的名声 大概是臭了 小时候 他目睹了江明师兄和妖项恋 引发了末大的灾难 蜀山近乎断代 而此时 他忽然可以体会到 江明师兄的心境了 那种无奈 有口难言的滋味 这分分钟 让他有种入魔的冲动 所幸啊 他的道心坚固 虽然烦恼 但还不至于失控 崇尚自然之道的剑圣 把这当成了对蜀山所有弟子的磨练 此次劫难之后 他相信 整个蜀山弟子的道心 都会有所成长的 他在等 等一个破局的机会 第二天 李逍遥上蜀山 见到赵灵儿无恙 问清楚 他的蜀山发生了什么事 得知了 他认了剑圣当爹 李逍遥惊喜有余 当天便去拜见 他的岳父大人去了 他要学习完整的预见术 不止因为李小白的愿望 更是因为 他受到了刺激 那拜月抓了他的兄弟 他没有办法 剑圣抓走了他的妻子 他仍然没有办法 那李逍遥可是一个骄傲的人 七连两次打击 让他痛恨自己的无能啊 所以 他决定沉下心来 向更高一层的武学迈进了 林二被剑圣抓走 李逍遥的心向着被挖空了一般 他突然意识到 他练不成绝情之剑了 便放弃了圣灵剑法 可能剩下的选择 只有更高级的预见术了 本心自问 李逍遥再不希望看到自己的亲人 被那些厉害的家伙 随意地抓来抓去了 他要学会世界上最厉害的武功 庇护自己的亲人和朋友 在李逍遥的心中 剑圣是林二的爹 那就是自己的岳父 肯定不会吝啬传他御剑术的 他甚至怀疑 主动找上门的九剑仙 那都是剑圣安排的 李逍遥是个舞痴 为了学舞 喊九剑仙爷爷都不介意 更何况喊一声岳父呢 可是结果呢 这一声岳父大人刚叫出口 还没等他提出要求 李逍遥便被圣怒的剑圣 抓起来丢到了鼠山脚下 当李逍遥再次上山 便听到了剑圣闭关的消息 同时 还有剑圣传下了命令 不允许有任何人 干涉李逍遥夫妇的行动 但同样禁止鼠山弟子 传授李逍遥预见书 为者废除武功 逐出鼠山 李逍遥是一头雾水呀 第三天 唐玉和阿奴上山了 听闻了赵灵二的身世之后 俩人几乎傻掉了 阿奴道 公主啊 你如果是剑圣的女儿 那岂不是说你不是南昭的公主了 怪不得你被送出皇宫 乌王都没有找过你 唐玉正色道 阿奴我不要胡说 公主一定是乌王的女儿 她被送出皇宫 是因为拜月将迫害乌后 唐玉哥哥 你知道当年发生的事吗 我当时年纪还小 什么都记不清了 赵灵二对自己的身世 有了极大的疑问 好不容易在唐玉这里 找到突破口 连王问道 我只记得 逍遥哥哥救了我 我们骑着凤凰 到了仙灵岛 唐玉住眉道 我也不是很清楚 十年前到底什么事 但我可以肯定 你一定是乌王的女儿 赵灵二低下头 唐玉哥哥 今生前辈 似乎真的跟我母亲认识 两人还拜过天地 我喊他爹 他从来没有否认过 唐玉来回躲着几步道 公主 我必须把这里发生的事情 汇报给义父 这件事情太严重了 闹大了会影响南兆国的声誉 对巫后的名声 也会有极大的影响 他思考的事情 比两个女孩多 很快便意识到了 赵灵二乱刃爹背后的隐患 说完 唐玉是晃了晃手指 便要向石宫虎汇报 赵灵二连忙阻止他 唐玉哥哥 不要 南兆国此时 在拜月教的控制之中 万一剑上真是我爹 消息传回去 一定会被拜月教利用 对谁都不好 我们还是等等小白哥哥吧 他已经在来蜀山的路上了 也许他知道所有的事情 第二百九十二集 苗壮和陈鱼 紧赶慢赶 来到了蜀山 可当他们两个 见到这乱糟糟的一幕 两个人是瞬间感觉 自己的脑袋不够用了 我操啊 这小白在搞什么 赵灵二 没有被关进索妖塔也就算了 这任剑圣当爹 是唱哪一出啊 剑圣闭关了 九剑仙没有出现 李逍遥一声岳父大人 学逼被九剑仙拉进了黑名单呢 他找谁学御剑术啊 难道 去投蜀山的藏金阁吗 雷子 我要不要去跪在剑圣的门前 他不答应收图 我就不起来 现在这种情况 你跪死了 他也不会出来的 苗壮是黑着脸的 小黑哥哥 你和小白哥哥是一起长大的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我和剑圣 到底谁是我爹 赵灵二问他 我也不知道啊 苗壮是欲哭无泪 他算是被李小白的搞事能力折服了 这远在南赵 都能把蜀山搞的一团糟 这他妈是什么圆盟事啊 目前这种乱糟糟的情况 还不如赵灵二被关进索妖塔呢 苗壮完成了两个圆盟任务 基本上是跟着剧情 利用公司提供的技能平衡过去的 可像李小白这样大肆地更改剧情 他是一点经验都没有啊 当然 也跟他偷奸耍滑 选了两个不搭调的废物技能有关 这面对错综复杂的局势 苗壮感觉自己被废物了 他红着眼睛问道 小白现在在哪儿啊 赵灵二看了苗壮一眼 说道 小白说他大概还有七天才能赶到蜀山 让我们老老实实在蜀山待着 不要下山 他说这个时候下山就前功尽弃了 前功尽弃 如果他是主导圆盟时 早就放弃任务了 苗壮是叹了一声 他还说个什么吗 赵灵二迟疑的片刻了 他还说 让逍遥没事 都和蜀山弟子交流切磋 原则意义上 你们都算是 九剑仙的徒弟 是蜀山的人 千万不要把自己 放在客人的位置上 要有主人翁精神 还有吗 赵灵二道 如果有人为难我们 直接抬出九剑仙来 嗯 小白哥哥还说 如果九剑仙提前回来了 让你把任滴进行到底 他说你明白什么意思 苗壮听到这话之一颤 下意识地看下了 和唐玉嘻笑达到的阿奴 用力咽得口唾沫 不得不说呀 这李小白太狠了 这是要毁掉蜀山的节奏啊 玉剑术是那么好学的吗 这得罪的蜀山 连个庇护所都没有了 谁来帮他们打拜月呀 最后还要指着赵灵二 和李逍遥上吗 话说这李牧在干什么呀 他在逼九剑仙回蜀山 拜一个教徒 早被他四散指派出去 利用酒楼江湖人士 四处散播蜀山的消息 推波助澜 为蜀山造势 剑圣的女儿找上了门了 蜀山长老要联手 罢免剑圣的掌门之位了 蜀山的百年轻域 即将毁于一旦了 这是谣言满天飞呀 九剑仙飘忽不定 行踪成迷 剧情被更改了之后 那这个家伙就更不好找了 但他终究是蜀山的人 蜀山出了事 他不可能不回去看看他 李牧自始至终 就没打算从剑圣身上 掏取完整的预见术 他依旧打的是九剑仙的主意 赵灵儿任剑圣当爹 把剑圣当年的丑事 抖露出来 便是李牧逼九剑仙 回蜀山的手段 他不信 九剑仙不上钩 发动着人力物力 满江湖的找九剑仙 太笑而刻了 那不是李牧的做事风格 李牧最擅长的 是化被动为主动啊 至于武灵珠 那玩意儿跟任务又没关系 回头让拜月头疼就是了 七天后 李牧和林月如来到了蜀山脚下 此时 林月如已经快被树里画给搞晕了 满脑子都是牛顿力学四定律 热力学四定律啊 把鸡和兔关进一个笼子 数数头 数数腿 算了鸡和兔子数量 进水口和出水口同时打开 什么时候能放满一水水的水 等等等等 这些问题 一直在他的脑子里不停地徘徊着 他现在都不敢和李牧说话了 生怕没说完几句话 被李牧丢过了几道应用题啊 嘿 恋爱好难 做题好难啊 林月如感觉到了他和李牧的差距 他无法想象 李小白另一个世界的妻子 该多优秀 才能配得上他 这最起码要有状元之才吧 李牧抬头 久见见的葫芦 从天空中一闪而过 没入了熟山峰顶 他微微一笑道 哎 来得刚刚好啊 林月如茫然地看了过来道 小白 什么刚刚好 啊 没什么 李牧笑了笑 先别背书了 我们上蜀山 啊 我带你开热闹 真的吗 听到这话 林月如是一脸的惊喜 从怀里掏出三本教材 甩一手就扔到了路边 可一转头 看到李牧笑盈盈的眼神 他就尴尬地笑了去 苦着脸 又捡了回来 小白 小白 我手滑了 蜀山上 九剑仙收了葫芦 不管不顾地闯进了剑圣闭关的场所 师兄 发生了什么事啊 为什么都在传 你有了个女儿啊 师弟 你来了 剑圣回过头来 表情依然如水一般淡定 但布满血丝的眼睛 却显示得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平静 他看着眼九剑仙道 不是我的女儿 是青儿的女儿 九剑仙的眼睛一瞪 啊 你和青儿的女儿 我和青儿有没有女儿 别人不知道 你还不知道吗 剑圣冷哼了一声道 你回来得刚好 赵灵儿不信我的话 你去把当年的事给他解释清楚 告诉他 我 不是他爹 大可大非常道啊 自作孽 不可活呀 九剑仙吃笑了一声 转身向外走去 剑圣闭目长叹 我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呀 这要是不去抓赵灵儿 哪有这么多的事啊 九剑仙 直奔蜀山客房 他虽然昏昏噩噩 但大是大非 那是分得清楚的 这么多年了 他对剑圣的所作所为 仍然存在芥蒂 但师兄的为人嘛 他是钦佩的 也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 蜀山的名声就此坏的 哪个是赵灵儿啊 你过来 我有事跟你谈 九剑仙是醉醺醺的 闯到了后院 大马筋道地往院子里站 高声喊道 不远处 负责维持后院秩序的 蜀山弟子看到了九剑仙 纷纷停下了手里的工作 八卦的眼神投了过来 谁都知道 九剑仙和掌门关系最好了 他这趟回来 肯定带回了更劲爆的消息 师父 李逍遥是醉仙看到九剑仙 惊呼一声 受了保健道 师父 你总算回来了 你一定要跟我证明啊 我说是你徒弟 可他们都不承认 啊 是你 九剑仙看到李逍遥 不堪回首的往事 刹那间浮现了他的脑海里 这九当时就醒了 他左右张望道 你那两个双胞胎兄弟呢 不在这里吧 不远处 苗状看到了九剑仙 眼睛一亮 连忙去找阿奴了 阿奴 快出来 我看到你爹了 事到如今 他还能干什么呀 只能是配合李牧了 我爹 阿奴一愣 顿时惊喜万分道 小黑哥哥 我爹也在蜀山吗 真的假的 第二百九十三集 赵灵儿乱认爹的事 够让他头疼了 这小黑又给阿奴找了个爹 庞玉顿时急了 阿奴 别胡闹 他伸手抓阿奴 可是去抓了个空 阿奴兴高采烈地跑了出去 我先看看是不是真的 赵灵儿是懵懵地问 小黑哥哥 阿奴的爹 也在蜀山 是啊 亲爹 苗壮兴奋地点头 唆使阿奴去认爹 他的心中 忽然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愉悦感 亲手导演剧情 和跟着剧情走的感觉 果然不一样 唐玉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追了出去 等瑶壮呢 是一脸的无辜啊 公主那个是假爹 你不怪李小白 我给阿奴找到了亲爹 你去瞪我呀 大院内 李逍遥三兄弟 是他命中的克星 久见仙看到三张一样的脸 就头皮发麻 不过现在 先干正声要紧 久见仙是一回首的 李小雅 徒弟的事儿那等会儿再说啊 你先把赵灵儿找来 说话的功夫 阿奴几个剑步 钻到了两人中间 上上下下地打量久见仙 见到阿奴的一瞬间 久见仙的眼泪 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圣姑给阿奴施了法术 只要他亲爹见到阿奴 一定会流泪不止 李逍遥诧异地问道 师父 你怎么哭了 久见仙没搭理李逍遥 但奇怪地看着阿奴 目光不由自主地 落在他腰间的吊坠上 小丫头 你是谁呀 这个吊坠是谁给你的 女生是这个吊坠 阿奴是立刻兴奋起来 眼睛闪闪发亮 你真是我爹 爹 李逍遥待着了 他看看久见仙 又看看阿奴 这忽然感觉 鼠山派好乱呢 啊 久见仙也被认爹了 后院里 等着久见仙抱大料的鼠山弟子 乍然遇到这样的大转折的剧情 一个个眼珠子差点没瞪掉了 映入他们心中的第一个念头便是 鼠山要玩呢 久见仙泪眼朦胧 看着阿奴 你娘是谁呀 阿奴是一阳眉毛 那妈妈妈 唐玉停下了脚步 太阳穴隐隐有些发胀 看着眼前的一幕 他忽然有了不好的预感 又要出事了 南蛮娘 久见仙愣了一下 圣姑 是你什么人呢 吴王 剑圣 灵儿的娘 久见仙 圣姑 南蛮娘 李逍遥是两眼放光 情不自禁地握紧了拳头 真他娘的劲爆啊 不愧是鼠山剑侠 啊 玩的就是开呀 可比渔航阵的撬寡妇门前的事还热闹啊 陈鱼和苗壮凑到力气 几眉弄也能看热闹 这就差搬个板凳是嗑瓜子了 阿奴问他 你也认识圣姑 圣姑是我师父 阿奴 圣姑 才是你亲娘啊 一个声音 从院子外面传来 直见那李牧带着林月如 大踏步地走进了院子 笑吟吟地看着院子里的所有人 阿奴 我从南蛮过来 圣姑托给你一句话 凡是见到你就流泪不止的男人 一定是你亲殿 九剑仙陡然愣住 他用衣袖不停地擦拭着 怎么擦都擦不干净的眼泪 嘟闹闹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啊 圣姑才是我娘 阿奴 也被这个消息惊呆了 你问他呀 你牧朝九剑仙 挪了挪嘴 没错 阿奴 圣姑 才是你娘 我是你亲爹呀 九剑仙泪流满面 看着阿奴 认真地点了点头 他的人生经验 比阿奴多得多 阿奴身上的吊坠 他止不住的眼泪 无一不再证明 眼前的女孩 就是他和圣姑的亲生女儿啊 爹找到了 可娘又换了 阿奴的脑袋 有些转不过弯的 不过 这脑筋单纯 那有单纯的好处 圣姑远在天边 暂时没办法求证 但眼前的男人 是他亲爹的 指定没跑了 十几年了 爹是终于找到了 阿奴兴奋得不能自已 他抱住了九剑仙的胳膊 道 爹 九剑仙 吸溜一下鼻子 丫头 阿奴是吧 让我冷静一下啊 不过 他没有推开阿奴 他的脑袋里 乱糟糟的 早把剑圣交代的事 是忘到了九霄云外 阿奴看向赵灵二 召手道 公主你看到了吗 我爹也在鼠山呢 完了 阿奴的爹是真的 那么 公主的爹 说不定也是真的了 唐玉是痛苦地捂住了额头 南赵国的高层 全军覆没了 这上一辈人 好乱啊 哎呀 不好了 九剑仙的女儿 也找上门来了 一名鼠山弟子 猛然清醒了过来 连跑带窜的 向后山的长老院跑去 鼠山这次 真的是要出大事了 后院 剑圣闭关处 用镜花水月 追踪九剑仙的剑圣 看着水面上九剑仙 父女相认的场面 这胸口一闷 一口血 好玄梅从嗓子里喷出来 水波荡漾 水面上的影像 瞬间消失不见 剑圣 欲哭无泪 让你去解释 没让你认闺女 这回倒好 黄泥把掉进裤裆里 不是实也是实了 九剑仙父女相认 一个哭一个笑 看起来是欢乐异常 阿奴兴致勃勃地 叙述他对爹的幻想 并把唯一留下的终指 给九剑仙记上了一线签 然后叙叙叨叨地 给九剑仙传授摩斯密码 把九剑仙听得是一愣一愣的 李牧绕过两人 走向了苗状 小白兄 你回来了 唐玉苦着脸 跟李牧打招呼 公主这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和学院又是怎么回事 我感觉你被被抓走之后 所有的事情 都变得奇怪起来了 唐玉 没什么好奇怪的 事情变得越来越好了吧 阿奴找到了爹 一家团聚了呀 李牧微微一笑 拍了拍他的肩膀 把另一面吊坠塞到了他的手里 冲他眨眨眼睛 有情人 中成卷说 唐玉一愣 紧紧地把吊坠抓到了手里 他知道未来 知道人面吊坠 是拯救世界的关键 可不敢弄丢了 林月如看着唐玉手里的人面吊坠 又看看手里的数理化教材 无袭地叹了一声 满面愁容 赵玉二笑着跟李牧打招呼 小白哥哥 他同样有一肚子的疑问 要问李牧 有事一会儿再说啊 李牧打断了他 看下了苗壮 小黑 准备干活了 苗壮看到李小白 那是特别尴尬 要知道 这些日子 他几乎没什么贡献 不过 当听到李牧的话后 他下意识地看到了九剑仙 呃 现在 在蜀山 李牧看了他一眼 再不找点机会 九剑仙要跑了 话音未落 收获了这么大一女儿 良心发现了九剑仙 已然把九葫芦拿了出来放大 招呼阿奴道 走 乖女儿 我带你回南兆 见你娘去 也是个混蛋 我要当面向他道歉啊 阿奴是兴致勃勃地爬上了葫芦 九剑仙运工 葫芦冲天而起 可还没飞起来几十米 李牧一发闲者时间 毅然刷在了他的头上 九剑仙法力失控 葫芦瞬间从天空掉落 但很快 又被他稳定住了 阿奴是大呼小叫 爹爹好刺激啊 阿奴还玩 悲惨的往事 涌上了心头 九剑仙下意识地 看见了院子里的三个李逍遥 泪流满面 哎呀 又来呀 第二百九十四级 用那闲者时间打断法力 只要李牧不响 没有人能在他面前飞起来 苗壮站在李牧的身边 不停地吞咽吐沫 他紧张地关注着周围的蜀山弟子 手心汗津津的 在蜀山的地盘搞事 李小白的胆子是什么做的 而且 人家妇女刚刚相认 赶了一家团聚 你这干嘛呀 良心过意得去吗 唐玉看着天上 摇摇晃晃的九葫芦 奇怪地问 修杰先前辈 怎么了 阿奴 不会有事吧 李逍遥回头看了眼 并排站立的小白小黑两人 肯定地点头道 是姻缘羁绊 小白小黑的特殊能力 他是个聪明人 跟两个孪生兄弟待得久了 自然知道那所谓的姻缘羁绊 根本就是他们的特殊能力 不过 在这个时候 他是不会拆自己兄弟的台的 上次被坑了一招预见术 这个时候被拉下去 指定没什么好事 九剑先是下意识地催动法力 想要逃离蜀山 但就像上次一样 每生一截 这脑袋一空 又往下掉一截 他骑了九葫芦 硬生生地 被拽回了地面 这一幕 看待了众多蜀山弟子 一个个脸色慎重了许多 这是什么法术啊 专门针对蜀山御剑飞行的吗 看着重新落回地面的九剑先 李牧满脸微笑 师父 看来我们缘分未尽呢 阿奴在场 九剑先止不住地流泪 他挤出了个难看的笑容道 小白兄弟 今天我有要事 能不能先放了我一马呀 虽然李逍遥和他的两个弟弟 长得一模一样 但三个人 很好辨认 爱搞事话多的 那一定是李小白 师父 咱们不能乱了辈分呢 李牧是一本正经的纠正的 九剑先看着三人 是一阵头疼 我再次强调一遍啊 我不是你们的师父 不要叫我师父啊 哎 你以为是 终身为父吗 当你传我们御剑术的时候 您就是我们兄弟三人 一辈子的师父了 李牧的 在鼠山 和九剑先的关系 那一定要确认清楚 背靠大粗腿 关键时刻可以保命啊 好吧好吧 愿意叫什么就叫什么吧 九剑先擦掉了眼泪 催促道 有什么事赶快说 啊 说完让我走 是啊 小白哥哥 有事情就和我爹爹说 他一定会答应的 阿奴骄傲道 啊 师父 我们想学御剑术 不是一招啊 是完整的御剑术 李牧看了眼阿奴 毫不客气地提出了要求 九剑先一听 那头摇得跟波浪鼓一样 哎 不行不行 你们都不是鼠山弟子 这个要求不行啊 换一个 师父 我们是你的徒弟啊 怎么就不是鼠山弟子了 李牧呢 如果你觉得我们没有正式拜师 那我们兄弟三个人可以补上啊 哎呀 不是因为这个 九剑先摇头 师父 我们接着鼠山 以后鼠山会以我们为荣的 李牧拉过李逍遥 我大哥 习武天才 不管什么武功一看就会 试问 整个鼠山 谁有这样的习武天赋啊 你看看这长相 这像不像未来的鼠山长门呢 九剑先瞪了李牧一眼 吸了留下鼻子的 还没入鼠山呢 就想着当鼠山掌门 你小子想什么好事呢 哎呀 不想当将军的兵 那不是好士兵啊 李牧威威一笑 但论天赋而言 鼠山下一代 但凡有一个能比得上我大哥的 我把李子啊 倒过来挟 李逍遥挺起了胸膛 在习武的天分上 他是当仁不让 有鼠山弟子在一旁 比一的嘲讽 五只数字 狂妄 李牧回头瞪他一眼 啊 不服啊 比一比啊 那鼠山弟子一愣 不说话了 前些时 李逍遥没少找他们切磋 无论什么武功 那小子是看一遍就会 说实话 鼠山上下已经不大有人 愿意跟他比武了 那简直就是变相在受益啊 哎 不行就是不行 九剑仙仍然固执地摇头 你们几个半路出家 空挂了我徒弟的名头 对鼠山根本没有感情 叫你们遇见树 不合规矩啊 是吗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吗 那一幕摇头笑道 只要您还在鼠山 我们呢 就永远是鼠山的人了 我们和阿奴是朋友 阿奴的母亲 是南昭国的圣姑 我大哥的妻子呢 是巫后的女儿 那圣姑和巫后师姐妹 我们之间 早就已经是千年不断的关系了 那打断骨头连着筋呢 这又怎么能说没感情呢 就是啊 爹爹 小白哥哥说的没错啊 阿奴笑道 我们早已经是一家人了 阿奴啊 你先别说话 啊 让我捋一捋 我快被这小子给绕晕了 九剑仙举起了一只手 周眉闹 李牧才不会给他考虑的机会呢 他深吸了一口气 师父 是时候为鼠山的未来考虑了 九剑仙问 啊 什么未来啊 李牧压低了声音呢 你还没察觉吗 鼠山出问题了 剑城师伯夺出了一个女儿 和巫后的感情不清不楚 你和圣姑前辈 又有了阿奴 他停顿了片刻道 剑圣和你 代表着鼠山的颜面呢 现在你们两个 都出了作风问题 穿到江湖上 让别人怎么看鼠山呢 鼠山弟子 下山行走江湖 难免会被人指指点点的吧 九剑仙的表情一致 这才想起了师兄交代的事情 转头是看下赵灵儿 灵儿啊 我说 你爹不是剑圣 是吴王 我可以证明的 赵灵儿听到这话是愣住 唐玉呢 是长长地松了口气 哎 师父 现在说已经晚了 李牧叹息了一声 摇头呢 当你还忍下阿诺那一刻 剑圣前辈的事情 已经说不清楚了 只会越描越黑啊 九剑仙是脸色一沉 臭小子 还不是因为你呀 大庭光众之下 把这件事情张扬了出来 那私下得告诉我 我和阿诺可以偷偷相认的吗 偷偷相认 李牧冷哼了一声 正义李娘的道 九剑仙前辈 你考虑过阿诺的想法吗 圣姑是他的母亲 因为你 他们近在咫尺 十多年却不敢牧子相认 你是他亲爹 跟自己的女儿 也要偷偷摸摸的吗 你把阿诺当什么了 他就那么见不得人吗 这为了阿诺 我也要把你们的关系 拱之于众啊 九剑仙陡然愣住了 阿诺抱着九剑仙的胳膊 柔弱地道 爹爹 阿诺不要一辈子都见不得人 九剑仙看着阿诺 心头一软 长长地叹息了一声 哎 小子 你说该怎么办呢 是吗 李牧又把称呼改了回来道 剑仙师伯退位 为鼠山选出一任新的掌门 鼠山的风波自然会平息 九剑仙气乐了 他瞥了李逍遥一眼的 哎 说了半天 你还琢磨着让那个小子当鼠山掌门呢 趁早死了那条心啊 鼠山再没人 也不可能有一个十几岁的矛头小子做掌门的呀 李牧只黑黑一乐 现在做不着掌门 可以做掌门预备人呢 没可能的 九剑仙是白白手的 掌门师兄道心稳固 不会因为这些琐事乱了心境 更不会退位的 李牧看着九剑仙 看了一声道 哎呀 师父 你难道没有发现 鼠山出问题了呀 九剑仙问 啊 什么问题呀 道啊 李牧道 鼠山的道 错了 人人成道 追求道法自然 那将置世间的感情于何处啊 丁儿 为什么会错认剑圣为父亲 剑圣 为什么解释不清啊 阿奴为什么会出生 这一切痛苦的根源 难道不是因为剑圣师伯 在追求那所谓的道 借助世人误了他的道 到头来 却害苦了那么多人吗 回头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 一句众生平等 顺其自然 便推得一干二净 看似无私 却最自私 这样道 误了有什么用啊 一番话 彻底说到了九剑仙的心里 一直以来 他悟不了道 不就是因为想不通这些道理吗 众人敬畏树山 是尊敬剑圣师伯的道吗 怕是敬他的天下第一人的武力吧 李牧指着九剑仙 痛心急舍道 师父 树山必须要改变 不能一代代的 让悲剧发生了 第二百九十五集 悲剧 九剑仙的心 又一次被戳中了 他想起了索妖塔里的江明和九尾狐 他想起了死在江明剑下的树山派精英 他想起了慷慨赴死的清儿 他想起了被他抛弃了十多年的圣姑和阿奴 所有的一切 归根到底不都是因为道吗 剑圣师兄的道 果然错了 一旁的苗状 惊呆了 说好了学御剑术 这怎么整得好像要谋朝篡位一样 李逍遥迟疑了片刻 小白 我不想 不 你想 李牧回头看他一眼 一发闲着时间 刷在他的头上 李逍遥是陡然愣住 陷入了无欲无求的迷醉状态 鼠山的道 比拜月漏洞百出的科学 还经不起推敲 李牧不敢在剑圣的面前嘚瑟 但在一直对剑圣的所作所为不满的九剑仙面前 还是敢论一论到底 不管剑圣的道对不对 但李牧此时此刻的行为 就是一个真正的魔头 他在利用九剑仙的内疚 放大他对剑圣之道的不满 当然 剑圣的道在他看来 同样狗屁不适 一剑空城万古窟啊 为了一人得道 真的有资格牺牲别人吗 李牧的 师父 按照阶生师伯的标准 鼠山历年来 多少人能够真正得道啊 但是为了这所谓的道 鼠山又牺牲了多少人呢 鼠山又多少人为了道 最后却入了魔呢 长此以往 鼠山恐将不存啊 李牧正在慷慨激昂地 把九剑仙往邪路上引诱 突然 眼前一花 已然多出了一个人影 先锋盗鼓的剑圣 站在了他的面前 剑圣认真地看着李牧 何为道啊 啊 大包呜死啊 李牧看着突然出现的剑圣 是愕然一愣 下意识地回答 何为道 道可道 非常道 剑圣摇头 微微一笑 下一刻 李牧仿佛融入了天地之中 浮云 蓝天 树木 花草 潺潺的小溪 雪融化的声音 启启的清风 蟲鸣鸟叫 大自然的一切 进阶涌上了心头 身心放松 平静 安逸 好似融入了天地之间 那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感觉 让人沉迷其中 无法自拔 但仅仅片刻 李牧从愉悦的感触中解脱了出 而后 他看向了剑圣 这就是剑圣的道吗 好可怕呀 李牧禁不住出了一身冷汗 也就是剑圣没有恶意啊 不然的话 凭借这一手 他在剑圣面前 没有丝毫的反抗之力 剑圣既然没有当场杀了他 那就是有缓和的余地 剑圣没跟他耍嘴皮子 而是亲自的他感悟了自然之道 他曾利用这种方式 摆脱了林青儿对他执着的爱恋 继而把他引上了牺牲之道 他曾经也想引九剑仙入道 结果失败了 现在又用这一招来对付李牧了 剑圣真是得道之人啊 虽然他自始至终都没干什么正经事 但手段真是高明 就是不知道 这仙剑一的结局 百岳如果没有被剧情杀 真的毁灭了世界 那这个老家伙 该如何自处呢 银领李牧感悟了一次自然之道 剑圣仿佛又经历了一次洗礼 李小白 这就是我的自然之道 现在你还认为有错吗 你年纪还小 不曾拿起放下 又谈何物道啊 你的道不过是反反之谈 你一个现代人 在蜀山论什么道啊 这下找麻烦了吧 苗状富匪 咱就不能按正常套路来吗 看着剑圣 李牧微微一笑 剑圣师傅 你带我感悟了你的道 我也想让你感悟一下我的道 哦 请讲 剑圣说道 他一眼就看穿了李牧的修为 根本不认为李牧有带人悟道的能力 李牧笑了笑 毫不客气地一发贤圣时间 刷到了剑圣的头上 贤圣时间 那是真无欲无求 身心放松 万物皆空 甚至于连思想都不存在 李牧那可是曾经亲自体会过贤圣时间的 不受到外来刺激的情况下 贤圣时间绝对是放松的好技能 急上瘾啊 效果比那剑圣的自然之道 可是要霸道多了 林月如看到剑圣的状态 猛然想到他在擂台上的经历 不由瞪大了眼睛 小嘴微张 愣愣地陷入了回忆之中 好怀念那种感觉呀 而九剑仙看了剑圣 一脸的骇然 李小白的能力是什么鬼呀 剑圣师兄都挡不住吗 在他的心中 入道的剑圣 那一直是天下第一人 没想到竟然也中招了 围观的蜀山弟子 窃窃私语 李牧慷慨激昂了一番话 并没有背着他们 虽然剑圣的私生活出现了些许的问题 他们或许有怨言 但正如李牧所说 剑圣天下第一人的实力摆在那里 没有谁真正愿意逼剑圣退位 换个新掌门 最关键的一点是 蜀山后继无人 除了剑圣和九剑仙之外 几乎没谁能真正的独当一面 难道要真有一个外人 来当他们的掌门吗 丢不起那个人呢 十分钟后 剑圣师睁开了眼睛 一副怅然若失的表情 这是什么 李牧薇薇一笑 真正的道 再没有自己 再没有万物 剑圣问道 你怎么做到的 天生就会 天生 剑圣师伯 你可知世上存在一种人 生而知之啊 李牧笑着 看醒了剑圣 傲然道 有一种体质 叫做先天道体 一旁的苗状 眼珠子差点瞪掉了 先天道体 哎呀还真敢往上吹啊 你怎么不说自己是大能转世啊 李逍遥看见了李小白 惊喜万分 就知道 他的习武天赋这么好 他的兄弟 怎么可能是普通人呢 这先天道体 听起来就好厉害啊 袁梦师 等于先天道体吗 陈瑜是一瞬间就信了 就知道 能带人穿越时空的袁梦师 怎么可能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飞呢 林月如那是一脸的苦涩 学问赶不上 如今连体质都赶不上 俩人之间果然存在天和地的差距 什么是先天道体啊 若是没有体会过先者世间 剑圣指定认为李牧师在吹牛皮 但是现在 他不敢确定了 他怀疑世界上真的存在这种神奇的体质 不需要历练 不需要感悟 就能直接悟道 此时 院子里的鼠山弟子已经多达十人 李牧的眼睛转了一圈 有一个算一个 全部进入了贤者世界 除了剑圣之外 李牧连自己的伙伴都没放过 剑圣感觉到了周围人的变化 这道心 是终于坚守不住了 面色斗变道 这是 先天道体 可以随时随地将任何人 带入悟道的状态 看着周围所有陷入迷醉状态的人 李牧道 剑圣师伯 看看周围这些人 这世界上 如果人人得道 那么世界也就不存在了 道的尽头是虚无 所以 我虽然是先天道体 却最害怕这种状况出现 我更希望看到的 是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 第二百九十六集 人人悟道 世界就会毁灭 李小白抛出的大论点 直指着剑圣追求了一辈子的目标 他引以为傲的终身成就 他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 想要反驳 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因为李小白确实做到了 他无声无息的 让所有人都进入到了悟道的状态 这一份能力和手段 已经远远超过了他 能做到这一点 除了他从没听说过的先天道体 他找不到更合理的解释 剑圣环顾四周 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田径的神态 安逸 随和 好似和自然融为了一体 但是 正如李小白所说 世界上人人都保持这个状态 那用不了几日 世界真的会毁灭的 不说世界了 那即便是鼠山 那要是弟子人人如此 那距离灭亡也不远了吧 到的终点 真的是灭亡吗 我错了吧 剑圣迷茫了 他体内真气汹涌 上扇弱水的境界 似乎在崩塌 李牧察言观色 小心翼翼地说道 剑圣师傅 你也不希望看到 人人悟道的世界吧 李小白 你悟道了我 每个人的道都不一样 我的道是自然 是博爱 女娲的道是守护 而你把大道变成了一条 剑圣的声音 变得有些沙哑 但他的眼睛 却变得更明亮了 哎 奶奶的 因为你们那都是小道 而我走的 那是高速公路啊 李牧师暗暗叫苦 说道 剑圣师傅 或许我是错的 但你有考虑过 蜀山的未来吗 你认为将来 谁能指掌蜀山呢 李牧师果断地 岔开了话题 那再和剑圣论道 他的漏洞会越来越多 毕竟 他就是个俗人 李牧知道 李逍遥是蜀山 未来的掌门 用这个话题来逼宫 那绝对没问题 剑圣之后 蜀山派的是后继无人呢 剑圣笑了 他看看李牧 又看看李逍遥 笑问 想学遇见书 李牧点头 剑圣忽然闹 李小白 将来你指掌蜀山如何呀 我 李牧愣住了 剑圣笑看着他道 对 就是你 片刻 李牧想明白的原因 他虽然没有说服剑圣 但成功地抢了李逍遥的风头 把自己 推进了剑圣的视野呀 这老头 想把他 培养成蜀山未来的掌门人了 哎呀 这拜月教的李教士 蜀山派的未来掌门人 这次似乎玩得有点大 李牧忽然间有种无间道的感觉 剑圣 应该还不知道他在南兆国做的事 也不知道他唆使赵灵儿喊爹的事 不然的话 别说蜀山掌门了 估计能立刻用万剑绝 把他剁成肉馅吧 把蜀山如果并入科学院 估计剑圣不愿意 李牧的心是碰碰碰跳得飞快 山小的 剑圣师傅 我不行啊 我的武功和资质差远了 我大哥李逍遥更合适 他是西武天才 任何武功一看就会啊 武功可以练 献天道体 可遇不可求啊 剑圣平静地看见了李逍遥 你答应做蜀山掌门候选人 我可以做主 把御剑树传给你们兄弟三人 啊 那好 李牧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富贵显中求嘛 先把御剑树骗到手再说呀 那正如路易十五所说 我死之后 哪怕洪水滔天呢 那边的拜月教 这边的蜀山派 他是忽悠了个变 赶紧让陈瑜学会御剑树 完成任务跑路要紧啊 先见世界 以后是真不能回了 等他走后 那两个大佬打死打活 跟他没有一点关系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李牧顿的片刻又说道 谢成师傅 我虽然答应了你 但我不会留在蜀山 我要陪我哥和灵儿 回南昭国叫巫王 剑圣愣了片刻 看向了处在 悟道时间的赵灵儿 忽然叹了一声 你可知道 女娲后人的宿命啊 哦 略知一二 那你 还要陪他走这一遭吗 李牧面对剑圣 露出了爽朗而又自信的笑容 我要试试 能否逆天改命 看着李牧年轻的面孔 剑圣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和九剑仙 她的目光 一一扫过李逍遥 唐玉 阿奴 赵灵儿 林月如 看着一张张可爱的面孔 她不由叹息了一声 事实也好 不曾拿起 又何谈放下 小白 你虽有先天道体 但却没有明白道的真正含义 希望到时候 你不要后悔今日的决定 李牧善笑了一声 安道 哼 你不要后悔今年的决定才对啊 完整的御剑术 你们的师父都会 就由她传授给你们吧 啊 谢师父 当李牧再抬头 剑圣已然在眼前消失 他不由尝出了一口气 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他的后背已经湿透了 剑圣神神叨叨的 在他看来 比那拜月还难应付 鼠山不能多待了 还是科学院比较适合他 得趁那科学院的消息 没传到鼠山 赶紧走 十分钟的时间一过 众人纷纷从闲者时间的状态脱离出来 那种滋味就好像从美梦中被唤醒一样 畅然若失 鼠山弟子看向李小白的目光 已然不同了 好霸道的能力啊 九剑仙呢 是第一次全程感受仙者时间 那以前都是飞起来之后 进仙者时间 然后掉落 受刺激 被强行打断的 他看向李木的眼神 依然不对 内眼朦胧中 九剑仙的嘴角画过了一抹冷笑 李小白 先天到底 因果祭拜 耍我是吧 师傅 我错了 我是仰慕你的英明 才对你下手的 求放过呀 李木第一时间躲到了李笑容的身后 阿奴 救命啊 爹爹 阿奴 轻轻地晃动着九剑仙的胳膊 武道 感觉好舒服呢 全身都放松了 阿奴以后还想要 师傅 小小戏啊 你也不算差 多了四个好徒弟呢 李小遥是陪着笑脸求情 唉 好了好了 九剑仙抹掉了眼泪道 这次看在阿奴的面子上 饶过你们几个 以后再敢耍我 小心你们的屁股 谢师傅 不杀之恩 李木只黑黑一笑道 刚才见证师傅答应了 让你传授给我们预见术 您看是不是抓紧时间兑现了 我们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学习预见术了 真的 九剑仙歪着头问 您可以去问师傅呀 李木道 花音未落 九剑仙的身影 已然消失 李逍遥问 小白 剑仙前辈 真的答应了 当然啊 你们看看我是谁 李木看着李逍遥 笑道 哥 咱们兄弟三个里面啊 你的悟性最好 这预见术 还是要你来学呀 嗯 包在我身上 提到武学的时候 李逍遥永远是自信满满 小白 我们 留在蜀山 学预见术吗 陈瑜走了过来问 在他的愿望中 预见术是最重要的 带过了其余两个愿望 所以 他习武的资质 哪怕极差 这如今能得到完整的预见术 也是颇为激动啊 苗壮 同样投来了询问的目光 发了一会儿呆 预见术就被李小白搞到手了 他不得不佩服 李小白的办事能力啊 那预见术到手 这意味着任务 已经完成了一大半 但要完成整个任务 必须要客户学会预见术 所以 苗壮也比较关心后续问题 在三国世界 待了两年多 他已经厌烦了 可不想着大好的时间 留在先见的世界 陪着陈瑜一直学习预见术啊 李牧摇了头道 不 当师父回来啊 我们所有人一起回南兆 第二百九十七级 阿奴鼓掌笑道 好啊 大家一起回南兆 热人闹闹的 我早就说过了 拜月叔叔是好人 小白哥哥 我们又去南兆过吗 赵灵儿皱眉问 前领导上发生的事情 让他心有余悸 对拜月教师一点好印象都没有 灵儿 我会保护你的 李校尧道 只要大家在一起 他对去什么地方 根本无所谓 哎 为什么去南兆国 苗壮是奇怪的问 在他的意识里 拜月仍旧是整部剧的大反派 好不容易的人都聚在了一起 在蜀山有剑圣罩着 安安稳稳地学御剑术多好啊 去南兆国 那是纯属找死啊 我不去南兆 我就要留在蜀山 学御剑术 陈瑜也说道 梦想就在眼前 让他千里迢迢再跑去南兆 他想不通 他也不想去 李牧看了眼陈瑜 又看向林月如 小问 月如 我要回南兆国 你还去吗 旁边的林月如的脑袋 有些转不过弯的 他们不是刚从南兆回来吗 刚在这蜀山停了一停 这还没站稳脚跟呢 掉头又要回去 搞什么鬼啊 当他听到李牧问话的时候 科学院 树梨化 乱七八糟的定律公式 瞬间从他的脑海里冒了出来 林月如蒙力机灵 下意识地就想说不去 可当他看向李牧的时候 看到的却是一双期待的眼神 于是 他的心一软 这破碎的爱情梦 又重新凝聚 硬着头皮道 你去哪儿 我就去哪儿 见圣拜月我都忽悠了 还治不了你了 李牧是笑着看向了陈瑜 陈瑜呢 黑黑一笑 他没脸没皮的刀 啊 女神去哪儿我去 不就是瑜伽书 在哪儿学不是学 苗壮给李牧使了个眼色 李牧会议 两人走到了一边 苗壮压低了声音道 老白 怎么回事 不是说好待在蜀山 为什么突然去南州五了 闲着时间 那眼睛是能看到 耳朵也能听到的 但脑子里是不记录的 他并不知道了十分钟内发生了什么事 李牧看着苗壮 一脸的纠结 在鼠身的地盘说话要格外谨慎 谁知道剑圣那个老变态会不会在暗东偷窥啊 但科学院的事呢 不提前透露给苗壮 那回头他半夜那里露了线 指定会出大事 这想了想 他蹲了下去 手指轻轻地敲击地面 嘴里说道 林儿是巫王的女儿 总要带她回去 见见她父亲了 摩斯密码 是这段时间众人常用的交流方式 苗壮条件反射地看向了李牧的手指 然后分辨出了他表达的意思 我利用拜阅在南兆国城里的科学院 去南兆 你别给我捅漏了 苗壮看到这儿 额头是轻轻一跳 傅也闹 嗯 说得没错 是该让刘儿和他父亲相见了 同时 他的手指在腿边敲击 传达准确的信息 我操 头儿 你 你搞定 搞出来多大的事啊 貌似搞的事真不少啊 三言两语是根本说不清楚 李牧愣了片刻 无比郁闷地 从兜里掏出一根红线 黑着镰刀 喂 哪根手指没用过呀 原梦师之间缺少交流 那是大计 原本李牧打算剩下四根手指 给别的世界用的 可现在看来 不得不又浪费一个了 苗壮伸出了右手 把中指跟大拇指伸了出来 任命般地说道 就伸这两个了 你想一个吧 他更郁闷 李小白呢 好歹还连了个赵灵儿 他倒好 陈瑜 唐玉 李逍遥 又多了个李小白 五根手指都快用完了 这帘子都是男人 一线签呢 全都是男人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取向有问题呢 这鬼知道 这只是个普通的交流工具 更何况 他也是原梦师 也想留根手指 为下个世界 留个一线签当通讯工具 在没有通讯设备的世界 有个远程交流的工具 不知道能省多少事的 嗯 懂指吧 拇指不太灵活 李牧做出决定后 便不再纠结 一边默念着 这只是个通讯工具 一边呢 学着阿奴传授的技法 是三绕两绕 用红线在两人之间 连上了一线签 林月如一直在暗中 关注了李小白 结果看到他跟小黑 跑到一边 两人偷偷摸摸地 寄了一根一线签 心里顿时酸溜溜的 有心跑去和李小白 也寄上一根 可想起 报复李人的数理化课本 又没了底气 这一会儿的功夫 九剑先归来 看李牧的眼神 已然不对 不过 他并没有表现出来什么 伸手把李逍遥招了过来 完整版的预剑术 还是一遍啊 李逍遥点头 九剑先伸手指向他的眉心 一个个舞动的小人 如同连环画一样 映入了李逍遥的眼底 预剑飞行 万剑诀 天剑 预剑浮魔 剑神 配合让他一开始传授的预剑诀 李逍遥终于学会了完整的预剑术 陈鱼羡慕的哈喇子都要流传 到现在为止 他连简单的预剑诀都还没学会呢 九剑先收过了手指道 记住了 李逍遥完全被预剑术后续招式的强大 震惊了 他用力咽了个唾沫 记住了 李逍遥 你们的预剑术找李逍遥学就可以了 不要再来找我了 九剑先瞪了李牧一眼 又把九葫芦寄了出来 我现在带阿奴去南兆国 你们不许再把我拽下来了啊 不会了 是吧 李牧黑黑一笑 一翻身爬上九葫芦 因为我会跟你一起去的 开玩笑 现如今的南兆国的状况 他哪敢让九剑先自己去啊 曾经因为轻而的事 他和拜月矛盾极深 最关键的是 李小白和圣姑 从来没有正式的交流 没有让九剑先在科学院和拜月闹起来 或者和圣姑对峙 那完全有可能 把他稳定下来的局势 重新搅合乱了 所以 预防万一 他必须跟着去 哎呀 臭小子 你给我滚下来 九剑先伸手抓进了李牧的尖头 哎呀 师傅 想好了 那再把我扔下去啊 李牧只嬉皮笑脸的说道 十几年了 没有我 你确定搞得定圣姑吗 南兆国的圣姑 未婚生子 那你应该知道 后果有多严重的 我 九剑先呆住了 她的脸上阴晴不定 拜月教控制南兆国 之前冲动没细想 这林小白一提醒 她顿时清醒了过来 自然知道 她的出现 会给圣姑带去多大的麻烦 爹爹怎么了 阿奴说呢 咱们去找娘亲 让她为你解除法术 臭小子 你有办法 九剑先看了眼阿奴 擦掉了眼泪 你说呢 李牧笑着反问 不管了不管了 反正是要去一趟的 九剑先摆摆手 阿奴 慢慢走 阿奴兴高采烈地爬上了葫芦 回头冲唐玉招手道 唐玉小宝 一起走啊 唐玉是局促不安地 看见了九剑先 前辈 可以吗 九剑先本想拒绝 可他一眼看到了 唐玉腰间挂里的人面掉转 心头一动 能哼到 上来吧 等唐玉也上了葫芦 九剑先用眼神 制止了剩下的人 葫芦上最多做四个人啊 剩下的人 自己想办法 第二百九十八级 在苗壮等人羡慕的眼神中 九葫芦腾空而起 转眼飞入了天际 远离了剑盛 李牧尝出了一口气 九剑先坐在葫芦头 一边指挥葫芦的行进方向 一边盘问阿奴和唐玉的关系 阿奴和唐玉坐在葫芦尾 咧咧咧咧地分享零食 唐玉时不时地 恭恭敬敬地 回答九剑先的问题 李牧呢 则骑在葫芦腰上 晃动中指 远程的遥控苗状 偷偷摸摸地和他交换信息 不用赵铃儿中转 这电报直连的效率高多了 小白走了 我们怎么办呢 李逍遥问 自从李小白被拜月教主 抓走了一次 整个团队的风向都不一样 巨少离多 不是这个走了就是那个走了 李逍遥非常不习惯 李小白说走就走 连声招呼都不跟他打 林月如是脸色铁青 内心深处 早把李小白骂得是狗血淋头了 走吧 我们也下蜀山 小白说 雷灵珠在京城附近 让我们去那里找到雷灵珠 再去南兆国 因为可以随时随地地跟李小白联系了 苗状终于有了当家做主的底气 总算不是他一个人带队时 那么没底气了 我还去和我爹告别吗 赵铃儿 情绪有些低落 剑圣对他不冷不热的 说实话他挺羡慕阿奴的爹的 啪 用镜花水月偷窥的剑圣 瞬间关闭了法术 封锁了房门 盘膝坐在了铺团上 这次他是真的选择闭关了 这一代的女娲后人惹不起呀 李逍遥点头 笑道 应该的 我陪你一起去 苗状愣了一下 睡觉一出呢 你们俩去吧 我们收拾东西 在这儿等你 等待赵铃儿的过程中 苗状的中指不停地晃动 一条接一条的信息传来 他的心境逐渐经历了钦佩 震惊到麻木的过程 平行时空 量子实验 在南兆国推行科学革命 李小白在南兆国干的一桩桩事件 天马行空是无济可寻 简直就是个把冒险主义 进行到底的疯子 和他比起来 苗状自己这些天过的日子 简直和猪没什么两样啊 此时此刻表状明白 李小白为什么不在蜀山待着 为什么非要追着九剑线一起回南兆了 这混蛋早投敌了呀 在李逍遥那里是失散了兄弟 在刘靖元那里捡到了外星科技 在石宫湖那里是归来的重生者 在拜月那里 又变成了平行世界的穿越客 哎呀 在仙剑的世界 李小白是硬生生地在吉方实力之间 搞出了这么多的身份角色 还真不怕穿帮了呀 他妈正式的圆梦师 简直一点节操都没有啊 苗状是真服了 要没有一线签传递信息 拜月冷不定找上他 他连配合都不知道怎么配合呀 李小白要是从一开始 就算计到一线签的功能 那他这个人就太可怕了 真是 苗状非常地庆幸 在一开始就认怂了 这不然的话 别说得到血菩提和九阳刚气了 那以李小白的手段 把他玩死 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没一会儿 李逍遥和赵灵二归来 带来了见胜闭关的消息 赵灵二的情绪越发的低落 李小白没有盯住苗状 揭穿赵灵二假爹的事 苗状自然不敢擅自做主 安慰了赵灵二几句 几人便相约下了鼠山 沿途 苗状把手缩进了袖子 继续接收李牧传给他的信息 方便遇到拜月的时候 不至于卸了底 李逍遥一行人下了鼠山 鼠山顿时安静了许多 但赵灵二和阿奴认爹事件 对鼠山造成的伤害 却是一时半会儿平息不了的 闭关的剑圣 只以为是自己擅自做主 把赵灵二抓上了山 才为鼠山带来的劫难 他永远不会想到 这一切事件的背后 完全是由一只幕后的黑手在操控 而那只幕后黑手 带给鼠山的破坏 远远不止他眼前看到的这些 乘坐九狐鹿 从鼠山回到南兆国 不过用了短短一天的时间 九狐鹿 其实也相当于另类的预舰飞行了 不得不说 这速度就是快 但是有一点不好 高空中的防护太差 远没有乘坐飞机舒服啊 而且缺少精准的定位系统 对方向敏感度不高的情况下 很容易迷失方向 不过话说回来 在这交通落后的古代 利用飞行的方式赶路 那已经是相当OK了 李牧暗暗下定的决心 万箭绝之类的 可以不学会 但预见飞行 一定要学到手 那太方便了呀 在这期间 李牧把所有事情都交代给了苗庄 手指头差点抽筋了 剩下的时间 还一直安静地坐在九狐鹿上 思考如何处理拜院 和每个人之间的关系 九狐鹿降落在南兆国 从狐鹿上跳下 唐玉和阿努被南兆国都城的变化给惊呆了 这标语符号码就不说了 南兆国的城外 到处都在大兴土木 拜阅教徒和普通的民众 圈出了一片片的土地 在公头的指挥下 挖地基 砍伐树木 到处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每一个人的脸上 都洋溢着幸福的光芒 和他们离开时的人人菜色的情景 迥然不同啊 人尽其才 才尽其用 各尽所能 共同发展 创建文明工地 展示南兆形象 拜阅南兆是一家 劳动竞赛比比看 不愧为拜阅教主啊 学得快用得快 不愧是实感家呀 但李牧才离开了几天呢 工程都上马了 看着热火朝天的工地 李牧对拜阅教主的工作效率呢 是钦佩不宜 果然没有选错合作伙伴啊 那真要在鼠山和建盛论道 那让客户学会预见术 那就遥遥无期了 参见李教师 有拜阅教徒 看到了李牧 连忙过来打招呼 拜阅教呢 等级森严 李牧虽然入教的十日上段 但在教中的威名 传播的却很快 认识他的人很多 唐玉一听这话 脸色当时就变了 李兄 这是怎么回事 你 你加入了拜阅教 阿奴怒瞪唐玉了 唐玉小宝 你怎么说话呢 拜阅叔叔是好人 公主的小白哥哥 加入拜阅教怎么了 我还想加入拜阅教呢 九剑仙 烦起了脸道 臭小子 怎么回事啊 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啊 为什么你会加入拜阅教啊 你不知道拜阅教主 曾经对灵儿的母亲 做了什么吗 是吧 唐玉 别紧张 我加入拜阅教啊 自然有我的道理 不只有我加入了 石长老 顺姑 和南蛮娘 如今都是拜阅教的人 李牧 笑看着众人闹 南兆国之所以会变成 现在这个样子 都是我干的 一不一外 惊不惊喜啊 他看见了脸色铁青的 九剑仙 笑道 师傅 我不仅是拜阅教的人 更是吴王亲口 册封的科学院院长 在南兆国的地位 如日中天呢 不然的话 又怎么敢打包票 让你和师娘和好呢 第二百九十九级 哎呀 还真是特么的惊喜啊 谁能想到 剑圣钦定的 鼠山派未来掌门人 竟然是拜阅教的教师啊 感觉自己遭受了 最严重的欺骗 九剑仙流泪的眼睛里 剑意涌动 仿佛下一刻 这剑气就会洞穿 李牧的身体 把他大卸八卦 感觉到了两人 紧张的气氛 阿奴是奇怪地 看着九剑仙道 爹爹 你怎么了 阿奴 没你的事 你和唐玉先站到一边去 九剑仙看脸阿奴 情绪缓和了少许 我们等会儿 再去见你娘亲 李牧师悄然地后退了一步 随时准备发动先着事件 师父 我知道你对拜月教的成见 但我们要学会 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啊 请你相信我 现在的拜月教 已经不是之前的拜月教了 九剑仙看着李牧 冷声道 我不管拜月教变成什么样子 鼠山派未来的掌门 不能是拜月教徒 唐玉是猛地瞪大了眼睛 李小白 未来的鼠山掌门 他不是一年后就要消失了吗 这又是什么情况啊 不过 他知缺的没有多嘴 李小白重生 是他和义父最大的秘密 为了南兆国 他也要保密啊 师父 没有人规定 鼠山派未来的掌门 不能做兼职吧 李牧师嬉皮笑脸地说道 鼠山 一直有红尘力练一说呀 那剑圣师伯 都没有阻止我下山呢 哼 误导性的语言呢 剑圣是没有阻止他下山 可剑圣也不知道他入了拜阅教啊 九剑仙果然想叉了 他的情绪稍稍有所缓和 问道 师兄知道这回事 他当然不知道了 李牧看了眼九剑仙 一脸真撑了道 剑圣师伯说 拿起 放下 才能让我真正的明误什么是道的本质 这抬出了剑圣 又抬出了道 九剑仙是不说话 悟道大于天嘛 这是鼠山的软肋 不管鼠山弟子下山干了什么 这搬出来悟道两个字 就可以完美地掩饰自己的一切卑劣行径 师父 教师的身份可以做很多事情 比如你和师母团聚 那师母可是南昭国的圣姑 如果是原来的拜阅教 你知道你的出现 会给他带来多大的灾难吗 李牧看着九剑仙 脸上洋溢的自信的笑容 还记得我说过 鼠山必须要做出改变吗 看到南昭国民众脸上 洋溢的笑脸了吗 我连火国阳明的拜月教 都可以倚上正途 那么 同样可以改变鼠山 让鼠山变得更加强大呀 九剑仙看着李牧 神色复杂 莫非 这才是师兄选中 他当鼠山掌门的原因吗 走吧 师父 唐玉 我带你们去见识见识 我创办的科学院 李牧笑道 没有调查呢 就没有发言权 还没有见到我做了什么事 那为什么那么着急地否定我呢 搞定了九剑仙 那就万事大吉 至于唐玉这小屁孩嘛 不值得在李牧费尽心思解释 话说的科学院 比之前的规模那是更大 周围的民房都被征用 成为了科学院的地盘 文学 数学 生物 物理 化学 法治 医学 机械 巫术 古术 法术 武功 这一门门的学科 划分得非常细致 不时有拜约教徒穿梭其中 拿着各种奇怪的器皿 或者资料 广返穿梭在各个科室之间 一个个形色匆匆 基本不在路上停留 石宫胡等人加入之后 南兆国那是上下一心 科教兴国 几乎没受到什么阻挠 即便有一些既定阶层的人利益受到了伤害 但抬出了拜月教之后 一切就畅通无阻了 不得不说 拜月教的执行力相当优秀啊 李牧离开了这些天 科学院又捣鼓出了不少的好东西 大多数使用化学手段提炼出来的各种元素 酸碱溶液等等 巫术之发达的南兆国 热衷于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 配合另一套完整的巫术体系 两者结合 直接攻克着现代工业需要的材料学的难关 物理学院还原出来的简易发电机 利用无数发电 已经可以点亮灯泡了 这一套设备 看得李牧是炸舌不一样 连着电都能捣鼓出来了 照这样的发展速度下去 刘靳元如果不给点力 大唐要完呢 不止大唐要完 等拜悦参透了科学的奥秘 整个世界 怕是要真的被他掌握在手里了 果然 早一不投靠拜悦是对的 只有拜悦教主 才能帮客户学会预见术啊 施工虎得到了唐玉回来的消息 从他解析武功的实验室走了出来 礼物抱拳 是啥老 唐玉呢 义父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施工虎冲着李牧点了点头 对唐玉道 唐玉啊 你回来的正好 以后不要在外面跑了 从现在开始 你在科学院学习 从最基础的数理化开始 用最快的速度 掌握新的知识 唐玉是一脸的疑惑 义父 什么是数理化 施工虎 圣姑和南蛮娘 从各自的实验室走了出来 圣姑的手里 拿着一根玻璃石管 石管中 是翻滚的不知名绿色液体 看到了阿奴 他板着连赫赤道 阿奴 科学院重地不许喧哗 他紧接着 他的目光落在了九剑仙的身上 不由地愣住了 面色一冷 是你 九剑仙 尴尬地看着圣姑道 圆琴 我见到了咱们的女儿 我 对不起啊 圣姑眼角的余光 看到拜阴月走了出来 脸色是骤变 紧张得到 莫道长 你胡说什么 阿奴是南蛮娘的女儿 九剑仙道 缘青 不会错的 见到阿奴那一刻 我的眼泪就没有停止过 这不是你对阿奴施的法术吗 不要再骗我了 阿奴就是我们的亲生女儿啊 阿奴看看九剑仙 又看看圣姑 你们到底谁说的是真的 圣姑师傅 阿奴到底是谁的女儿 你们说清楚点好不好 阿奴也想有自己的亲爹娘呢 拜阅教主 缓缓地走到了众人中间 微微一笑 莫道长 好久不见 是你 九剑仙瞬间明白了圣姑 紧张的原因 她眉头一皱 闪身站在了阿奴的身边 把她护在了身后 圣姑 任命般地叹了口气 来到了九剑仙的身边 站定道 教主 阿奴 是我和莫道长的女儿 我作为南兆国的圣姑 未婚先孕 一切的过错由我承担 请你放过他们父女二人 圣姑师傅 你真是我娘亲 阿奴兴奋地问 圣姑点了点头 欠人的一笑 苦了你了 阿奴 九剑仙紧张地看着拜月 远青 阿奴 不要怕 有我在 拜月教主伤害不了你们 阿奴诧异地看见了拜月教主 拜月叔叔 你要惩罚我母亲吗 拜月笑着笑 把询问的目光 投向了李牧 小白兄弟 你说呢 哎 教主 九剑仙是我的师父 阿奴呢 是我的朋友 李牧无所谓的笑着笑道 他学院刚刚起步 需要更多的材质知识 非常实际 免了他把罪过吧 阿奴 听到了吗 拜月教主是微微一笑 圣姑啊 男欢女爱是人之常情 我本就没有责罚你的意思 是你们太过紧张了 莫道长原来是客 又是阿奴的父亲 圣姑应该好生招待才是 正如小白兄弟所说 科学院 需要更多的材质之事 我想 圣姑应该明白的 圣姑是微微一颤的 多谢教主 我明白该怎么做 拜月教主 笑着看下了李牧 小白兄弟啊 你师父和家人久别重逢 我们不要打扰他们团聚 你跟我来 我有些事情要和你商议 第三百集 拜月教主的声音 始终不急不缓 小白兄弟 我让你去找五灵珠 你去带回了九剑仙 你不需要给我一个几时吗 他的房间里 已经被各种精致的科学挂图取代 物理化学 琳琅满目 桌子上 挨满了试管 和各种药剂 当然 还有李牧的手机 在拜月没有研究 透彻异世界的学问之前 手机估计是不会还给李牧了 好 我想要预见数 来的路上 李牧早就想好了应对之策 教主 我们的世界 武力更多的是一托外物 个人素质并不发达 而这个世界 个人武力几乎达到了巅峰 缺什么 就更想得到什么 所以啊 我特别向往在天空中 遇见飞行的感觉 实不相反 在没有遇到教主之前 我的目标一直是蜀山 所以 你让科学院 帮你解析 预见诀 并且专程 从蜀山 带回来一本活的 预见书 拜月以为自己 看穿了李牧的心思 笑着问道 教主应免 李牧抱拳道 我的戏武天赋 赶不上教主 按部就班的修炼 你预见书 对我来说太难了 我不得不寻求一些洁净啊 那最好能像学习 物理化学一样 把预见书 变得通俗易懂 这小孩都能学会才好呢 拜月看到 小白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我们解析了预见书 会彻底得罪蜀山 唉 你太胆大妄为了 预见书外泄 哪怕剑圣再顺其自然 也会跟我们不死不休 对我们的计划 无力啊 李牧沉默了片刻 教主 任何逆时代而行的行为 终将被时代所抛弃 当我们足够强大 终有一日 会和蜀山成为敌人 而且 南昭国太小了 大规模的发展工业化 资源会成为战争的导火索 不可避免的 拜月看了李牧一眼 有些无奈 他本准备融合了 另一个世界的知识 等实力更上一层楼 亲自去蜀山 帮李小白抢回预见书 可没想到还没怎么着呢 计划就被破坏掉了 偏偏 他还没法说什么 毕竟 那李小白是他的战友 他们有共同的计划 甚至有许多共同的语言 在这个世界上 志同道合又有智慧的战友 太难得了 拜月很珍惜李小白 虽然这个战友 时时刻刻会给他带来 有些让他 错不及防的惊喜 拜月是无奈地摇了摇头的 小白 我没骗你 我 真打不过剑圣 如果此事泄露 剑圣 引蜀山来攻 我们所做的一切 说不定会前功尽弃 只要我们足够快 就可以了 李牧的终极目的是 御剑术 才懒得理会其他的事情 看笑容笑道 小主 科学讲究的是量产 我上过树山 御剑术对资质和时间的要求非常苛刻 只要我们能找到化繁为简的方法 便可以在短时间内 训练出大批量掌握御剑术的士兵 这剑圣再强 还能突进南兆国吗 更何况 剑圣是入道之人 沙发过多他会入魔的 更别说 我们还有巫术大军 古术大军 等到那时 战争的局势说不定都会改变 我想啊 树山最后只剩下两条路可走 第一 加入我们 第二呢 被我们打败 然后 被我们收编 解西域剑术 攻势天下 收编 树山派 疯狂的想法呀 拜月倒吸了一口冷气 先前对李小白的些许怀疑 是一一扫而空 他果然还是那个为了达到目的 不择手段的疯子 从来没把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放在心上 而且 也没有当天下第一人的野心 不然的话 这辛苦算计出来的预见术 又怎么会公开出去呢 哎呀 这选择蔑视 李小白确实是最好的合作伙伴 树山一直是阻拦拜月前进的南路湖 想想漫天遍野都是学会预见术的拜月教徒 比树山还多 这拜月的嘴角便泛起了一抹微笑 他被说服了 好 我们可以试一试 最好能把九剑先留下来 参与到解析预见术的工作中来 若论树山预见术 没有人比他更精通了 李木秀儿笑道 哎 我会想办法的 毕竟他是我师父嘛 解决着预见术的问题 拜月问了 小白 五灵珠掌握着世界的终极力量 将来打造出时空机器 少不了极其五颗灵珠 土灵珠啊 在教领二的手里 现在他们去找雷灵珠了 李木道 等找到雷灵珠 所有人都会回南兆 其余的三颗灵珠嘛 暂时没有下落 火灵珠在女娃庙麒麟那里 风灵珠在金翅凤凤凰手里 拜月 时宜的片刻道 这两颗灵珠 我来想办法 你不用管了 关键是水灵珠 我也不知道下落啊 是个大麻烦 水灵珠在十年前的李逍遥手里 李木是默默地道 不过 这件事情 他是不会告诉拜月的 玉剑术已经到手了 他所有的心思 都要用来攻略玉剑术了 再不想节外生智了 毕竟 仙剑世界已经够乱了 九剑仙 何家欢聚 李木没有打扰他们 原本的剧情里 九剑仙和阿奴相聚了 没两天 再见面 就死在了女儿手里了 那是妥妥的悲剧 可现在 只要九剑仙的脑袋 没被驴踢过 不再想着和拜月为敌 那估计是能落个 完美的结局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李木 已经实现了 陈瑜让主角团的人 都活下来的愿望 到现在为止 那主角团的人是一个都没死 那至于他走后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他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那最好的情况是 拜月通过科技变革 把科技术判到了顶峰 实现改变世界的梦想吧 这鼠山吗 那文明的进步 总是要有牺牲者出现的 接下来 李木度过了来到先见世界后最清闲的两天 除了在科学院中走走看看 偶尔知道拜月教的人一些物理数学量的知识外 剩下的时间 他都在研读圣故的南蛮娘编著出来的 基础古术和巫术 因为这巫蛊之术要作为教材向全国推广的原因 圣姑和南蛮娘是颇花费了一些心思 真的把这些知识细化到了基础 古术是从认知虫子 培育虫子开始讲解的 就像是看生物书一样 通俗易懂 李木看得是津津有味 参考这个教材 他成为一名古术大师也不是梦啊 南兆国的古术 涉及到了神通之术 和莲花宝剑中的古术呢 截然不同 简直就是两个体系 这仙侠世界的古术 高了不知道多少个等级 时间有限 教材刚编写到了启蒙的水平 还没涉及到实质性的内容 这也不知道离开的时候 能编写到什么程度 如果走的时候 能够凑一整套 那就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